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 涉性亲儿童华裔牧师已侍奉十年 服务对象大多为华人的新闻 南加州哈岗一家教会的牧师乔纳森蔡 曾经超过六年多次性教为成年女子而被捕 根据了解 他在涉案的教会侍奉超过十年 负责英语堂的宣道工作 也教导教会内的青少年教友 综合主流媒体的报道 乔纳森蔡现年40岁 现在是首席牧师 该教会位于哈岗南庄园大道1145号 而信徒主要是华人 根据一名推特用户分享东洛杉矶基基督徒之家的旧网站截图 显示乔纳森蔡是东洛杉矶基基督徒之家的教募同工 在哈岗母堂进行侍奉 职位为青少年学院协调员 除了他之外 该堂还有六位华人神职人员 而该教会主要以中文为讲道的语言